张楚兰听到身后当的一声,心下一惊,这才发觉陶陶已经侵入到了如此近的距离,要不是宝姐,她怕是要折在这儿。 陶陶和宝宝因为交手时的冲劲连步后退,陶陶紧盯着宝宝到侧脸,这姑娘一动不动,却在马龙呼吸的一瞬间凝空后翻,开了。 陶陶,连这种世界都没砸念吗?旧人时的危机感,成功解救的一瞬间的轻松感,什么都没有吗? 一路上高度戒备我的同事,完成了我同伴解救同伴,不是在这些需时保持专注,我产生那次砸念。 妈的,我在胡思乱想的是什么? 宝宝的刀刺进马龙胸口,刀口很浅,马龙在自责的同时挥手攻击,宝宝立刻向后坐呼。 陶陶也加入了战场,被土木之气包口的泡泡忽天盖地向宝宝流。 小心这些泡泡! 总组,抵发乳慧。 宝宝在双手手心,环出一个发光的圆球,奋力推出,巨大的白光。 将泡泡笼招在其中,也淹没了后面的马龙和陶陶,他们俩没有见过这场面,一时间慌了神,脑子一片空白。 过了好一会儿,白光消失,烟雾也渐渐散去,马龙环顾四周,不见张楚兰和冯宝宝的人有,泡泡还飘在周围。 什么玩意儿,连气泡也打不破。 看,宝宝,张楚兰。 张楚兰和冯宝宝的确趁机跑了,朝着唐总方向,很快就看到了前方的陆林和张玲玉。 四人会合后继续向前,没过一会儿,宝宝突然说道。 又来一个。 话音刚落,一根粗壮的红色触手从树林中飞出,寒银冲了上来。 阴阳雷一急蹦跨,触手转化成防御宝宝宝一下,而后裂变出许多小触手。 眼见一场大仗不可避免的时候,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 唐银的背后好似产生了一面空气墙,飘荡的触手和衣角贴在上面。 再然后,有一股强大的推力将寒银推回林中。 靠,夏柳青,他完没完吗? 儿等消备,还不快走更待胡适。 张楚兰茫然环顾四周,实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。 树林中悟地传来了一声畅念。 几人扭头一看,一个泛着青铜色泽的门神仿佛从画中走出, 身披盔甲,囚然虎须,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 众人很快便放松了,因为看他身后跟着的金凤婆婆,便知道这人是谁。